大家收聽的是新聞線上Online 大家所收聽的是新聞線上Online 這邊是快樂聯播網高雄台FM97.5 好 親友朋友聽到這個聲音就知道說 楊潔休假 所以Angel來代辦 我旁邊做的這個帥哥是來自於高雄市觀光局 我們的孫春良專委 哈囉 你好 Angel 好久不見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觀光局孫春良專委 我不知道今天要上這樣的節目 你知道你臉書有直播喔 不然我就穿再帥一點 穿再帥一點是不是 我以為只有聲音就好了 不知道今天來這邊嚇了一跳 OK的啦 反正大家好大家好 你知道嗎我十年都是長髮 今天是直播十年來第一次短髮出現 所以大家非常有福氣 應該會驚喜吧 然後剛好又遇到你老朋友 驚喜 所以中島吃飯時間對不對 我們很輕鬆的量 輕鬆起來 因為為什麼 因為觀光局都是帶大家去玩的 對 當然也要輕鬆啊 真的 我覺得齁 我的工作跟我的職業 我的朋友都很羨慕 真的就是帶給大家快樂 有得玩 對就是大家要去遊山玩水 特別是高雄市的一些風景區 是 好 所以這個工作 跟安琪一樣 都是帶給大家 歡樂快樂的 資訊的分享 然後帶給大家歡樂 對 對對對 因為你來應該就是會有好康 倒楊 對 你這樣好吃好玩 對不對 好啦 景點我們先端出第一樣 好 高雄的奇蹟只是個特色 對不對 真的真的 我們之前都有那個黑沙玩意節 對 好 現在那個雖然過了 但是我們有些沙雕作品 歡迎民眾隨時都可以去看 沒錯 我想這一次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雖然跟安琪說的 我們黑沙已經到昨天 舞台區的活動已經正式結束 是的 不過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其今的風景區 不負國人所望 就是這從10月1號開始開幕以來 到昨天 10月11號結束 這樣這十幾天的期間裡面 安琪你要不要猜一下 創造多少的觀光人次到這裡 應該有背包覆 我的意思是說大家是那個 有背包覆 報告性的消費 真的有背包覆 十幾天 十幾天 十月一號開幕到昨天十月十一號 算個二十萬人好了 二十萬對不對 你猜二十萬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要賣關子 直接講 六十七萬 六十七萬 好 這個是客觀的數據 就是我們大家就是搭渡輪 是由中華電信那邊 同一個時間 就是有那個 他有訊號 可以統計到的 六十七萬的人次 非常非常的多 一天這樣塞大概六十八萬人 這樣說 好 我不曉得 那個我們觀眾朋友沒有去 齊金這一段時間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去做渡輪 那個盛況 真的很恐怖 真的 那個我看 因為我 這期間我去了三次 我都搭渡輪 我都很乖 我都是做那個 大宋運輸工具 做 我們的那個捷運 然後再搭渡輪到齊金 真的很方便耶 像我家住鳳山 然後我到 我搭捷運 然後再搭渡輪 再到齊金老街 是 大概前後三十多分鐘就到了 好 不過我要跟大家致歉 因為我是工作人員 所以我渡輪 我不用排隊 我就直接 我就亮出我的工作證 我有比較 因為工作人員有一些 要趕一些時間 對啦 對啦 所以大家要原諒我們 就是我們可以 渡輪就可以 比較快 但一般民眾 知道這條路線 很好走啦 真的很好走 因為我發現 因為我發現到齊金的 不然你走在老街 或是去聽我們的演唱會 或去看沙雕 或是去走我們星空大道 我發現大家都真的 那個表情都很輕鬆很自在 然後 那都是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 或是情侶黨 我們看到很多 非常多的年輕人 而且我還看到 有那種旗子 大家知道那旗子是什麼嗎 什麼 Follow me 團客到了 團客就是整團 遊覽車就到 然後就去 旗津 因為旗津現在是 瓦館期 外縣市的朋友 也很關注的一個店 對啊 是啊 沒錯 對 所以像我們黑沙玩藝節 雖然這個結束了 但是我們現在也要跟聽朋友講 去那邊還有很多可以玩 特別沙雕作品 留在那裡 對 這一次我們卡斯很強 卡斯喔 不過現在講 大家撈手 因為就是 八三夭 有來 曹雅雲 有來 還有什麼宇宙人 告武人 告武人 這一次金曲獎很有名 不怪少年人都去 真的很多少年朋友都去到那裡 所以 旗津就變成一個非常歡樂 是 然後我們旗津老街 旗津的海產街 應該 Angel應該不會陌生吧 那邊的那個海山點 真的是兩邊淋漓這樣子 是 所以 我覺得非常棒 就是去那邊 有音樂可以聽 對 你什麼各式各樣年輕的 或是像台語歌手 像曹雅雯也有去 還有我們最夯的 八三夭這個 已經即將要是明日的天館 看到粉絲那麼追趣 對 真的很棒的一個黑沙玩藝節 所以大家 大家期待 我們明年 我們這一次黑沙 我不知道Angel有沒有印象 以前黑沙我們是辦在暑假 那今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延後到 延到中秋 我覺得效果非常棒 剛好遇到兩個 連續假期啊 兩個連假 有沒有 中秋四天 對啊 國慶三天 所以這幾天你知道嗎 各地的遊客如雪片翻的飛來 很開心喔 真的很棒 我跟妳講 我們要辦多久 希望有人來試圖 所以觀光局這次 就happy到了 對 真的我們看到遊客來 就是 我發現大家真的 我覺得我們國民素質 真的有提升 我看到那麼多人 我在 這個 我們海產街 我也沒看到什麼垃圾 對 然後那個 渡輪 渡輪的排隊 是 我們都是景然有序 所以我們景區就是 有在提升 活動的品質在提升 然後我們遊客民眾的品質 都相對在提升 這樣齁 好插一下話齁 來我們頭號粉絲 洪明麗姐姐齁 有跟我們按讚留言齁 他說 欸我這個頭髮長度很適合我 比較輕盈真好看 今天朋友可以留言喔 欸那個洪小姐 你可以讚美一下專偉吧 哈哈哈哈 中專偉 有比去年看起來年輕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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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Angelo沒有跟我講 我沒有去settle一下 我在想說 我只有聲音露出而已 我不知道連影像都要露出 啊沒關係啦 你是男人好快 對啦我真的沒差 好 這個黑山萬一姐明年還會來 對然後跟大家講齁 其實市場 現在已經沒有 我台區了 對啦 那現在我們沙雕 還在現場 會放到10月25號 你的沙雕作品很多嗎 很大嗎 沒有有大 可是今年的數量不多 不過我們今年有另外一個點 可以去看就是星空隧道 所以就漫步 我剛才就跟Angelo講齁 事實上這樣的天氣齁 比暑假舒服太多了 你真的你大概下午去 下午去到那邊 然後慢慢的散步 然後去看一下沙雕 然後再走在沙灘上 然後去星空隧道去看一下 那個一些大師的作品 是 然後看完之後 然後在海邊再稍微漫步一下 然後我們那邊有奇心沙灘壩 有一很陽式的那種酒吧的感覺 喔 可以坐在那邊 看著夕陽的余暉 然後三五好友 或是你的家人 就坐在那個沙灘壩那邊 然後就逛著那個海 那個浪漫爆表 或是就是到我們的海產街去訂一桌 三五好友就去那邊 你都很會講 我問你看到浪漫爆表的時候 心裡有想說我要帶我太太來嗎 這個不談 你沒有這個比我 這個不談 不啦啦開玩笑開玩笑 還好我老婆不會 沒有要求我 還好還好還好 沒有啊 他講的是真的啦 因為很多人都這樣講 真的很浪漫 真的很浪漫 所以10月25號之前 沙雕還在喔 10月25號 現在今天是10月12號 有沒有 還有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把握時間 把握時間 我們到騎進去逛一下 真的是那個 氛圍真的很不一樣 對啊 其實我最喜歡吃的是 那邊煙塵阿 烤魷魚 烤小卷阿 小卷這類的 或是騎三輪車 你知道嗎 那邊 有啦有我知道 然後本大騎現在有電動的三輪車 像是電動的 有踩的也可以 然後有電動都有 欸那很適合 年紀比較大的 對對對 我忘記跟大家講 我之前有跟你講 那邊有一個豪華露營區 現在我們那邊有一個新的一個 在哪裡 就是離那個老街大概騎三輪車 騎三輪車喔 用騎的 不是用電動的喔 騎三輪車大概三分鐘的車程 大概在 對 大概在那個 欸什麼公園啊 那個 欸那叫什麼 我叫什麼 沙冰公園 沙冰公園 這隻很大隻的 那種發電的那個電子 發電 風車公園 風車公園 都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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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車公園那附近有 我們有一個豪華露營區 是喔 豪華露營區 就是說 大家想要去露營的 是 你不用大 大包小包 這樣子在 去到那邊 你就可以跟它 預訂入住 外面也可以去做一些 烤肉啊 或幹嘛 所以啊 非常的夯 是 大家不妨Google一下 其今的豪華露營區 然後 如果真的 有朋友要下來 或是要帶著家人去 我覺得都非常適合 不錯 因為現在露營是一個風潮啊 對啊 對啊 應該沒有那種經驗 你是在海邊露營的 其實在海邊更浪漫耶 你知道晚上星空有多美嗎 就真的 豪華露營區看一下他們的網站 一定不會讓您失望的 我很少看過這麼豪華的 這麼豪華的 是 真的 強力推薦 強力推薦 把握機會啊 好 那現在還要跟大家講 如果獸山動物園 我們剛才講海邊嘛 現在講山 山邊 山上 來獸山動物園說 有校園的巡迴列車 這是什麼活動 我們跟朋友介紹一下 事實上 我們獸山動物園 獸山動物園 獸山動物園 不是 這些動物都一直在獸山 我們有時候會把它放風 放風出去 放風出去就是把它帶到外面去 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你們不來嘛 那乾脆我們出去嘛 這概念就是這樣 沒有啦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覺得動物園的同仁呢 應該多帶我們動物到外面去 放風 走走 讓大家看一下 好這些 不過都是比較小型的動物出去 好 所以這一次 就是我們野生動物保育的巡迴列車 因為我們從2016半到今年 2020已經第五年了 今年是第五年 好 那這一段日子裡面 我們走過了高雄市的很多的 原高雄縣的很多鄉鎮 包括學校有沒有 對 幾乎就是以學校為主 因為小朋友對於動物總是覺得 好奇啊 喜歡跟動物 接近啊 綠列西啊 綠列西啊 對對對 很興奮 人家童心就是可愛天真嘛 就好玩 對對對 對對對 不像我們這樣子 年紀大了比較十七成熟 那就綠列西嘛 哈哈哈哈 我們大概已經有走過 山林美龍 甲仙桃園茂林 奇山內門 那我們最遠到台南 我們也把動物 因為台南沒有動物園 欸 這樣啊 台南也沒有動物園 那我們是一方面是服務這些偏遠 也算城市交流 偏遠的學校啦 我們剛剛念的 除了台南之外 大家你看嘛 山林美龍 甲仙桃園茂林 奇山內門 那就是原高雄縣的那些鄉鎮 那有些小朋友可能距離遠啊 是啊 然後就不方便來 那我們就帶著小動物過去 那我們今年呢 要到海邊 潔甯 潔甯 潔甯國小 子官 還有南南國小 然後我們今年的動物呢 有 美洲綠獵蝦 彩虹 西密 鸚鵡 還有紅腿鹿龜 哈哈哈哈 紅腿鹿龜喔 紅腿鹿龜喔 我還真沒見過 因為我看過烏龜都是綠色的腳 是啊 或是土色的 我有看過紅耳龜 你有看過嗎 紅耳 有耳朵喔 有有有 等一下烏龜有耳朵 烏龜有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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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龜會聽啊 他只是爬的比較慢而已 是喔 對對對 他還是有五官的好不好 欸我真的不懂欸 真的 好那我們真的就要學跟了解 對所以我們 我覺得我們動物園 這幾年推廣下來 我覺得有他的教育的意義 是 保育觀念 對有保育的觀念 嗯 就是說我們 我們一般很多家庭會養寵物 是 那 可是我們會呼籲大家 盡量不要養這些野生的 喔當然 對有很多人你知道嗎 綠烈犀 他小時候很漂亮很可愛嘛 喔 對不對 啊很可愛他就動作慢啊 就會把他當寵物養 可是你知道綠烈犀一長 可以長到 多大 一公尺 一公尺 然後就不可 家裡可能沒那麼大 對空間小嘛 或是他可能就是比較 性情又比較暴躁或什麼 喔 或是不可愛的 就是我們不要說暴躁啦 對 其實小朋友說覺得他大就不可愛 對就不可愛 一公尺嘛 嗯 一公尺就比狗大了 對 臉看起來沒有那麼可愛 對 所以有些人就會把他 氣養 氣養 那就造成一種環境上的一個破壞 對生態有破壞 對他也不公平 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要愛護這些野生動物 我們就去動物園看就好 是是 我們就盡量不要去養這些 好 所以如果說有這個學校團體 或是有一些這個社團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壽山動物園聯絡啦 可以啊 對對對 那我們還是呼籲大家有空呢 多去我們動物園 讓我們多賺一些門票 謝謝 重點是親近大自然啦 對對 我們壽山很適合去登山見行 是 對 然後那邊我們空氣真的很棒 然後很多人都假日的時候都往那邊去 對 你在這邊只講門票 人家想說高雄市政府觀光 那個預算不夠 哈哈哈哈 預算不夠是 事實啊 其實是事實 是事實啊 然後 但是重點把活動辦得精彩 就當來了 沒錯 我們應該是說 創造多贏啦 不是雙贏是多贏 多贏喔 因為妳去那邊妳花門票很少 我們門票一張還 二三十塊而已啊 這就這麼便宜 你一家去 大概門票好四口人家 大概兩百塊就打死了 對不對 兩百塊打死了 你就可以 帶著老婆小孩去殺一天的時間 其實收山動物園不錯啊 那個我真的去過 真的很不錯 然後 大家去走走 真的然後裡面的 的是 保育員也好 或解說員也好 都很親切 我怎麼講 就是說觀光局也很用心在經營啊 好 來聽我朋友 現場時間將近已經12點40分了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現場 等一下還有好玩的喔 要跟大家說 你所說聽的是快樂聯播網高雄台 快樂電台iPhone97.5 我是Angel 來賓是高雄市觀光局的專委 孫春良在我們現場 謝謝 謝謝 這屬豆瓶人生無雙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事業 心情在煩惱 在這裏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火象門 我們如果要睡前 念火象門 非常讓我們自己的完成 做生 我們的心來會比較平靜 這裡可以自己免費來結合 空氣335 數理335 啊 怎麼辦 王子的舞會快開始了 我要怎樣才能趕上 先突累啦 喔 是神仙教母 看我的召喚神咒 07 831 9037 喔 這台是 是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提供商務服務 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還有轎車 旅車 修理車 大巴 中巴小巴 比之前的南瓜馬車更厲害 趕快去舞會吧 祝你有個甜蜜的約會 哇 好 謝謝神仙教母 有任何租車需求 請找全球租車公司 07 831 9037 831 9037 財政部109年統一發票杯路跑活動 高雄掌來囉 10月18號星期天早上7點半 在高雄市文化中心起跑 8月25號下午4點開始報名 捐贈三張發票就可參加 現場有55吋電視 Apple Watch等摩彩大獎等你來 詳情請上網搜尋 統一發票杯路跑 以上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廣告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誰有最愛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來 強調朋友大家好 你所收聽的是快樂聯播網 高雄台快樂電台FM97.5 我是Angel今天來代班 楊潔休假禮拜四回來 不過明天他有預錄的節目 那禮拜三也是我來代班 好 先跟聽眾朋友講一下 這個現場有個帥哥帥帥的 後來要問我們同年齡 保養的應該看起來差不多 差不多你比較年輕一點 哪有 其實我聽得蠻爽 聽我聲音就知道 我講說哪有 聽起來好矯情 有有有有有 確定有 我在現場看確定有 好啦好啦謝謝 來 楊潔休暉 今天十二點四十二分 來聽我朋友我先講一個口波 也是一個很有這個價值的一個資訊 請大家聽一下 來照顧是一段看不見鏡頭的照顧歷程 家庭照顧者身心壓力 有時候沒有辦法用任何的語言和行為表示 那有感於對家庭照顧者的辛苦與心疼 家庭照顧者一百零九年 新三部長照政策 不離職照顧 不必然自己照顧 然後家庭不適合 這樣的新三部長照政策 那不因照顧被照顧者而離開職場 頓失經濟的收入 沒有經濟自主能力 那長照多元服務項目 協助以及長照四包錢 含照顧以及專業服務 交通接送服務 還有輔具的服務 以及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還有喘息服務 好這個簡稱叫做長照四包錢 那麼依照家庭照顧者家裡的經濟情況 透過長照四包錢來試算 解決家庭照顧者經濟的壓力 以及被照顧者照顧資源 適合結合運用 所以家庭照顧協商會議學習 以及專家的引導 對家庭照顧者認知溝通 還有協助照顧者照顧分工 以及照顧經濟負擔 那麼提升家庭照顧能力 以及溝通能力 讓家庭不適合 好這是我們的一個目標 那照顧的負荷 讓我們與您一起來承擔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的 資源中心服務電話 來記一下喔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 資源中心服務電話 是08-762-0999 08屏東的電話762-0999 或者是撥打0911-866-567 0911-866-567 或者直接打長照專線1966 長照專線1966 以上由衛生服務部贊助廣告 好以上我們回到現場 來就現在就輕鬆一點 再繼續告訴你高雄哪裡好玩 現在是騎著腳踏車也可以趴趴走 嗯 我想那個我們大概都會希望環保 是的 希望低碳旅遊 嗯 那最簡便的交通工具 腳踏車 腳踏車 沒有啦11路啦自己兩條腿啦 但是比較慢啦比較累啦 你用走的不知道我們走 走到對外不知道 腳踏車 我家住衛武雲旁邊 我都是去衛武雲散步嘛 你家離我家還住的蠻近的 蠻近的喔 都不知道今天他知道 等一下可以 哈哈哈哈 一起去走一下衛武雲嘛 是是是 我來跟大家報告 事實上我們的這個乘風而騎 騎 乘著風而騎 乘風而騎 好 已經在我當科長的時候就開始辦了 所以已經辦了幾年了 大概至少四五年 去年升官當專門委員 好 不算升官啦 不算升官啦 還好 然後我們今年的路線呢 有五條 五條 然後最大廠的會是在鳳山 真的喔 鳳山是10月31號 因為文化局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齁 在陸軍官校對面有一個眷村 叫什麼 有啊 黃埔新村 我小時候住過 真的喔 是啊 你是軍眷子弟 是喔 那太棒了 那Angelo你應該趕快報名 因為我們就是文化局 他們這幾年都一直在鼓吹 在保育啦 保護保護這些文化資產 那黃埔新村就已經是列在他們的 對啊 保護計畫 對我們國防局也有配合 就以租代任 嗯嗯嗯嗯 好就是讓他們成立民宿啊 或是他們去開店 所以黃埔新村這幾年會慢慢慢慢 會越越豐富 多元 然後就把這個地方呢 把他在大家的印象中 把他完整的保留下來 那文化局他們在10月底那時候 他們剛好有一個open day的一些活動 open day就是要家家戶戶戶把 門都打開來 讓大家可以去參觀 然後我們就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在10月31號辦了一個 我們五大路線第一條路線 就是去鳳山 我們要號召五百個人去 腳踏車去 對 所以鳳山呢 我現在就是要跟大家講 這一次的報名 非常的優惠 159塊一個人 159 159 然後體驗有打鐵街的DIY 然後我們要在地有一些補給品 就是你站站站站站站 我們要好幾個站會停留點 像這個我們會在 在那邊有設置炸山粿 炸山粿 有吃過吧 不是吃過 然後還有這一次有環埔新村 所以我們有這個眷村的美食 這個我喜歡 大餅 大餅燒餅 我小時候都吃的 我覺得這個超棒 我小時候吃那個槓子頭啊 小時候我都有印象有一些 外神阿伯 他們會做麵食 他們會做麵食 然後就會騎著單抽出來兜售 然後喊的那個香音 就是很特殊 那香音我也不會學 但是包子饅頭啊 小兵 反正這個就是 兒死的一個記憶啦 那這次鳳山我們 10月31號要號召500個人 要來騎 山處有東辯門 無線電信鎖 這是在日治時代的喔 這也是古蹟之一 無線電信鎖 還有平城砲台 所以鳳山有非常多的古蹟 然後我們這一次用腳踏車來穿 然後要跟大家分享這些景點 然後達完解說 還有黃埔青春還有這些美食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 那第二條路線 要跟大家講的是 10月17 10月17是這禮拜六 這禮拜六的 對不好意思 所以鳳山 他不是第一 10月17號禮拜六 美農經典飄飄河 不過這個費用比較貴一點 因為他要 我不知道 Angel有沒有去過 我跟許傳聖局長 曾經下水過 就是獅子喉水菌 他是從老農溪一路下來的 經過美農的竹子門店場 會很突然急嗎 也還好 然後很特殊 他用一支底褲 底褲就是放在河裡面 然後下去的人就是攀著那一支 還要穿救生衣 所以不會危險 是蠻好玩也蠻刺激的 所以那個 老實講你會想再去玩一次 會啊當然會啊 我跟你講美農的水菌我都去玩過 包括你知道美農有 美農有 美農有一條橋 他不是給人走的 橋不是給人走的 給水走的 那橋叫水橋 那個水橋 那個孔不大 我那時候還有點瘦 不是有點瘦 不像現在這麼胖 那個水橋 如果有空間有恐懼症的 他可能不大敢下去 那時候我就下去 就從上游這樣 飄 飄過去大概 我印象大概50公尺 或是稍微短一點 觀光局的人都有喝湯去喝的 對對對 可是那要一點勇氣啊 說實在 就是說美農呢 真的是一個非常適合 騎腳下的地方 好 因為景色漂亮 景色漂亮 而且客家 是 有板條 有特色 有雷茶 有菸樓可以看 還有菸葉的田 所以真的很漂亮 還有陶藝啊 美農沒什麼工業 他沒有什麼工業區 你到美農去就是享受那種 鄉村田園的那種寧靜 真的很放鬆 有休假的感覺 對 現在是有騎車路線 有有騎車路線 這不能報名了吧 因為17號 我想大家去試看看 試看看 試看看 這個禮拜六 然後再來的話18號 隔天喔 隔天我們要到左營 那左營就有一些 哇 節目時間剩五分鐘 剩五分鐘 有東門果貿社區 啪啪啪啪 好一堆 就這樣 有沒有乾脆直接到網站上 對對對 你們觀光局的網站還是 高雄旅遊網 高雄旅遊網 或是你打2020乘風而騎 乘風而騎 騎車的騎 風是風嘛 乘著風 乘著風 乘風破浪的乘風 然後我們24號 我就把日期 跟那個地點 跟大家報告一下 大家有空上去 好 10月24號 在阿公店 這條是鋼山的路線 有那個陶吉仔 陶吉仔 陶吉仔 有陰有肉嗎 對對對 海邊我們也弄一條路線 是茄定飛鳥跟海生 泰的單車友 我跟你講 茄定這條路線 我建議大家要去 為什麼你知道嗎 蠻好看 它有二人溪的散伐 他會坐船 經過紅樹林 而且那個導覽解說 非常專業 哇 還經過紅樹林 對 然後他要去看 帶你去看一個 譚圖語的田 整個田都是譚圖語 很多小朋友都沒看過譚圖語喔 不要說小朋友 很多我這個年紀的 沒看過對不對 也沒看過譚圖語 只能看影片 對 現場如果可以看 它不是一隻兩隻 是我們這個錄音室 大概 兩坪兩坪啦 更更大 更更大 非常大的一塊田 裡面很多譚圖語喔 就譚圖語啊 就密密麻麻 譚圖語就是眼睛透透那種 對對對 人家 你覺得吃過那個 回挑啊 回挑就是譚圖語的大型的東西 喔是喔 對就是那種東西 譚圖語就是它挖地洞的嘛 它會跳 很像青蛙 它的外表也很青蛙 很可愛 那現場可以看喔 非常可愛 而且它那個 它那個惡人心喔 你在那邊解說的時候 還有一些魚群會在你旁邊跳 真的喔 它已經把生態復育到非常好 幾月幾號 11月7號 這一條才是最後 這一條才是最後一條啦 好好好 這樣我們五條路線都介紹完了 介紹完了 然後有空 有興趣的 高雄旅遊網上網 高雄旅遊網 或是你直接Google 2020 乘風而起 好 好不好 就所有的什麼報名啊 路線啊 好空的 好空的 都在那裡 報名有時候還有什麼東西 頂頂啦 真的 好那最後 剩幾分鐘跟大家講一下 剛才講的那個獸山動物園 對不對 對 邀請大家去 那這個地方一直用心在經營 現在要給它升級 欸怎麼升級 好我想喔 我們前一陣子 已經有升級一區了 我不知道 Angelo知不知道這個訊息 嗯 在我們那種那個動漫裡面 有看到的狐猛 狐猛你知道嗎 狐猛是什麼 狐猛就 一種動物啦 一種動物非常可愛的動物 我不知道Angelo不知道 我有看過狐猛 狐猛怎麼 怎麼怎麼 大家自己去Google一下 狐猛狐狸的狐 猛是犬字編一個蒙古的猛 對 狐猛呢 他真的是非常可愛 那我 我去看過之後 我就發現 唉唷 跟我想像的沒有那麼大隻 他小隻更可愛 小小一隻 小小一隻 對大概這樣 這樣大概幾公分 你看我道具 這個 這個好像是水塔 對它是水塔 差不多就這樣的大小 差不多就這樣的大小 或是稍微再小一些些這樣子 非常可愛 然後他就是狐猛 他就是好像跟那個 碰碰在一起的那隻 那隻啊 喔喔喔喔 欸我 網路影片看得到 對對對 狐猛我們已經弄好了 我們追 我們未來會 兩棲爬蟲館 大型鳥園區 非洲動物混養區 狐猛 另外我們弄一個狐猛區 所以 未來會建置這些東西進來 所以我們瘦山動物園 我們是有一些目標 短中期我們在發展 OK 讓他更完整 讓他來的人覺得 哇動物園真的是 好可愛喔 而且可以一來再來 因為每次來看 可能景觀啊 一些特色區 會成立出來 對對對 甚至可能會有新的動物 對我們 我們局長就是說 動物園要把它弄成一個 非常大家想要來打卡的地方 你不見得實在看動物 年輕漂亮 有活力 新創意對不對 欸你們要跟什麼 新竹市長 合體地結 已經 已經合體了欸 我印象好像是 10月3號 我們賣賣市長 已經上去跟林志堅市長 已經合體了 然後我們去參觀他們的 新竹的一個動物園 市立動物園 是 對然後我們把 我們家的兩隻羊駝 送到市市立動物園去 新竹去了 還有交換 叫咖啡跟牛奶 咖啡牛奶 這混在一起了 然後 智慧不錯 對真的我們真的 我們也不是只有跟新竹啦 我們還有跟花蓮兆風農場 我們都有一些動物互換 喔那這樣很好啊 對對對 常常去就會有新的動物 對對對 我們把我們多一些的動物去給他們 他們多一些的給我們 這樣就交換有無嘛 這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然後所以市長呢 跟林志堅市長呢 我們也簽了一些協定 就是兩個動物園 以後要互相的交流 好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謝謝我們高雄市觀光局的孫春良 我們的專門委員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大家報仇好康好奇特 歡迎大家 有空來安排一下自己行程 讓自己人生更精彩 謝謝你來 歡迎謝謝 謝謝安久 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今天是禮拜一 今天禮拜一 對 今天禮拜二 我以為說禮拜一 我以為禮拜一說不用倒垃圾 禮拜三才不用倒垃圾 好了直接拜拜了 明天見 好了好了好了 結束了